不是 真的狗一定要牽 而且常常發生是 比如他說我家狗很乖 所以牠不牽 結果牠跑去找人家 然後被咬了 但是人家有牽著 對 所以像這個都是怎麼講 都講不清 但像這個指成那個影片 其實牠當下處理的方式 是非常危險的 其實我這樣講 那隻狗的體型跟牠 其實滿懸殊的 牠其實這樣算咬很輕的 牠其實把牠當下咬死 都是有可能的 那一般主人碰到這種狀況 不然指成那時候 牠一緊張繩子就會拉緊 反而是讓你的狗更容易被咬到 因為牠更沒有機會可以逃 或者是凶 或者是投降 所以常常主人一緊張 繩子就會拉緊 甚至有的會抱起來 像這樣都可能造成那隻狗 攻擊會更嚴重 牠直接會飛咬 或者是直接往人就攻擊 那該怎麼辦 所以其實要抓 不是抓自己的狗 自己的狗一定當下是可能 繩子要放鬆放長的 那要抓是抓對方那隻狗 沒有 沒有 你看亂交耶 我們節目是播出之前在看的 亂交 下個月急診室才都被狗養 用白飯就可以了 白米飯就可以了 對 真的喔 如果假設真的是很嚴重 的確我們可能是要選一個地方給牠咬 是沒有錯的 但當下我們這樣講 當下要抓是要抓 可是不會是抓牠的脖子或項圈 因為狗在牠們殺紅眼的時候 其實這個叫轉向攻擊 你只要碰牠任何地方 牠就直接反咬 牠不管是誰 甚至主人也是一樣照咬 所以要抓的時候是抓尾巴或者是後腿 那這個時候牠要反咬 你是有時間機會可以散 可以散 那當然抓尾巴容易狗狗會受傷 可是在情急之下 你可能就要去做一些這樣子的 牠咬我的狗 我還管牠是不是受傷 牠就踹下去了 對 那當然當下像這樣一直踹或打 也有可能激怒 尤其如果牠已經咬住 或是真的是咬上去了 經過這個拉扯 牠本來可能只是打動 但是今天一拉牠就變成撕裂 牠可能是變得更嚴重的 你知道後來那隻狗是怎麼放開的嗎 我生育把牠嘴巴 拉扯 為母折開 所以我才被牠鴨 對 你確定有男人會娶你 對 那有一個學生牠養的是這個牛頭梗 就是家有見狗那種 很可愛的 那另外一個是哈士奇 那一般來說 狗都看哈士奇不太順眼 因為哈士奇這個樣子 就是看得讓人家很討厭 對 那這是見狗這牛頭梗 已經看牠不順眼很久了 結果就在一次不小心 主人真的沒牽好 就衝上去就打起來 那當下當然一陣混亂之後 我講最後的結果 就是哈士奇就倒在地上 像死掉一樣都不動 然後大小便濕巾 然後牛頭梗還是咬住牠的脖子 都沒有放 那我就第一時間是請 所有主人都先離開 不要靠近 因為人一上去 像那種情況 只會讓牠變得更嚴重 就讓主人都離開 那選一個最穩定的男生 因為女生都已經下婚了 請這個主人 把哈士奇按好 不要讓牠再掙扎 因為牠如果越動 越掙扎 帶你咬得更大力 那我就把我的衣服脫起來 把這隻牛頭梗把它蓋住 主要是眼睛遮住 其實我們看一些野生動物 都會先把眼睛遮起來 遮好之後我就把它稍微抱起來 讓牠稍微懸空 因為牠如果站在地上 牠的濕力點是比較大的 所以牠甩咬會很大力 然後把牠抱起來的時候 牠可能甩咬就會比較輕一點 就這樣大概超過十分鐘 牠就... 就這樣扣著 那滿地都是血 然後大小便這樣 那十分鐘之後 發現牠呼吸變慢 就知道牠大概要放開了 結果牠一放開 當然就抱走 全部就去看那隻哈士奇 就一直檢查 但滿地都是血 裝死 沒有 會來裝死 沒錯 但為什麼滿地都是血 因為這隻牛頭梗沒有咬準 只咬到項圈而已 那牠咬到哈士奇項圈的時候 哈士奇是咬得到牠 所以當下一陣混亂的時候 哈士奇是... 所以牛頭梗滿頭都是傷 但是牠是打贏的 結果牠打贏住院住了三天 因為全部都是傷 罰好疑犯自己 對 你看那種這種洞牛犬 牠就是扣住 牠其實命都不要 你根本是沒有辦法把它弄開的 但至少像這樣 牠其實傷害是可以降到最低 所以當下其實像這種發生事 你當然有東西就用東西擋 要抓絕對不要用肉身去抓 因為真的太危險 那你以後有空可不可以在台北市 隨便巡一巡走一走 對啊 因為這個... 你碰到狀況 來來熊霸來來 熊霸來來 熊霸的 最常大家都... 一小時四千 大家都碰到這個問題 熊霸那今天狗要咬你的時候怎麼辦 看到車就爬車 看到樹就爬樹 真的 各種動物都一樣 牠們其實分科越來越細了 就是我們有分什麼心臟專科 牙齒專科 眼睛這些的 那像我之前有遇到的就是 貓咪的牙齒出了問題 我之前有就是遇到一隻貓咪 牠的是健康檢查 牠只是在來健康檢查 我們來尋一下身體 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抽個鞋 打個預防針 我們順便把牠的嘴巴打開來看 然後發現 怎麼牙齒斷了 那我跟四祖講說 牠牙齒斷了 你知道嗎 四祖說牠牙齒斷了 我不知道 對 所以牠們可能就算牙齒出了問題 牠們還是能夠正常的吃喝 正常的活動 看起來跟沒事一樣 通常牙齒斷掉 如果牠是一個健康的牙齒 地基是好的 牠斷掉以後 如果是有功能性牙齒 我們就會幫牠做 還有根管治療 跟人一樣 我們做根管治療 然後裝一個牙套上去 去保護牠的牙齒 維持牠的功能性 還有健康 然後可以看照片 就像那樣 對 牠有一個全齒 就斷了半截 然後我們把牠裝了牙套以後 就有個鋼牙 對 很帥 我很想裝一個這樣的牙套 好帥 可以做金色的 黑白的 顏色是可以挑選的 療癌 好厲害喔 對啊 但大部分的四祖都喜歡做 有顏色的 牠是可以做陶瓷牙那種 跟沒事一樣的 是喔 但是四祖都喜歡 我做了 我就要給大家看得到 我有一隻鋼牙貓喔 這樣子 對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對 但是我們主要是為了 牠的功能性 牠如果是一個 沒有功能性的牙齒 那就像我們人的智齒一樣 你壞了就拿掉 斷掉牙齒就是這種虎牙 我們俗稱虎牙的全齒 那這是在牠們在攻擊 在撕咬的時候 撕咬的東西 對 會需要用到牙齒 所以狀況好我們就留下來 狀況不好 那拜拜 不好意思 我們就只能把它弄走 那首先這個東西 是叫做牙科 牙周探針 它前面其實頓頓的 跟人差不多嘛 對 它跟人很像 它其實頓頓的 那上面是有一些小刻度 那我們會用這個刻度去 這個探針去探測 牠的牙齦周圍的深度 去檢查一下 骨頭有沒有萎縮 牙齒有沒有破掉之類的 檢查的過程中 我們可能會遇到很多 滿口牙結石的狗狗 那我們可能就會用 這兩個東西 去幫牠把牙結石移除 那這通常都要在麻醉下進行 蠻多美容師 會直接用工具去摳 那我們有時候會遇到 用工具摳 然後把牙齒摳 然後再過來 那就變成是一個 可能是健康牙齒 人為疏失造成的破損 對 那牠就回到根管治療區 那我請教一下 你們三位都是醫師 有沒有被狗或貓咬的 其實我們周醫師在看診 最怕三種狗 第一個秋田 是 秋田 第二個若薇娜 那第三個是柴犬 是 因為他們都 都顧及性的犬 不是 他們是要咬你之前沒有證照 是 你看不出來的 你看不出來 不講武德 對 有些會 牠沒有 牠直接就來了 對 所以我們大概在看診的時候 碰到這三種狗種 你們會不會先把 決定把它套住 看診 通常我們 對 通常我們記錄到病例裡面 牠有曾經咬過我們的話 或怎麼樣 我們做個病例 下次來看診的時候 我們會說 要不要請先戴起來 是 不只戴一個喇叭 好 我們的養蠢物料 教牠們 也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對 對不對 像我們家的狗狗 三個月來 然後身體慢慢恢復牠 五六個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教牠 算是慢了 但是我們還是 一直盡力教 但牠很快就學會 在定點大小便 然後我們買那個尿墊 也是一大筆開銷 對 後來我們就是訓練牠 就一樣 用下面有鋪那種厚索膠墊 上面改成用毛巾 大毛巾 可以洗 對 然後我們就 家裡大概有十八九條 然後就是一直換 我們就是給牠清潔這樣子 然後後來有一次 牠就是要去結紮 然後醫生就說 牠要在這邊過夜 然後你有什麼要注意的 然後我就說 牠上廁所 牠可能需要看到墊子 牠才會想要上 然後裡面的時候 一直就說 不會 我跟你講 我們早上會去看看牠的狀況 帶牠去散步 然後去尿尿 然後順便看牠恢復狀況 然後應該都會 在外面就尿了 結果我們第二天就去接牠 然後牠出來的時候 我就問牠說 牠昨天有上廁所嗎 牠說有去 帶牠去逛 但是沒有上廁所 我說好 那沒關係 我就在那邊 簽準備要付錢的時候 你知道醫院的門口 門口都有個很大的 歡迎光臨的墊子 對 然後牠一看到墊子 牠就整個衝過去之後 然後我在那邊結帳的時候 牠就在那醫師面前 尿好大一泡 整個要在那邊濕的 然後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但我又不好意思拉牠 因為牠憋很久 我說牠因為牠習慣 牠習慣 所以我們現在有的時候 出去帶牠去錄影 就是會帶人家看朋友說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大毛巾 你要在這裡洗澡是不是 其實就是牠要上廁所 熊爸 是 你要示範 牠很愛吃 哪一隻狗不愛吃 對啦 好 那因為我們像這狗愛吃 都會怕牠亂撿東西吃 所以我們會教牠就是說 怎麼樣可以 怎麼樣是吃 怎麼樣是不吃 那我現在不希望牠吃的時候 我可以下一個口令 我們會跟牠講 就叫牠離開 你不要講英文嗎 當然你也可以講其他的 離開 離開 好 像牠這樣剛好 也許是某一些原因 牠把頭 就是離開走開了 我就可以解除讓牠來吃 所以牠會學到 當我講off 牠可能就會吃不到 好乖 感覺到牠輕輕的 什麼叫你講off牠吃不到 因為我現在捏住不給牠吃 牠現在是吃不到的 對 那我跟牠說off 好乖喔 OK 牠只要稍微離開 或者是沒有再上來 我就可以解除 所以這是一個很細微的 主要去感受 像牠這樣就已經離開 好乖喔 像這樣的時候我再給牠 好啦 今天帶著狗過來 真的大家最開心的 你看每一個人 聊到狗 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說了 太多的不管是趣味的分享 或者是心裡面的創傷 對 真的 這狗真是人類最好的活躍 也是讓我們療癒 真的是最好的一個伴侶 對 絕對不要氣 太可憐了 那最重要的 我們如果有大狗出去 真的把安全措施做好 不要傷到別人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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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喜歡 嗯